我觉得美国恐怕要从过去比较消极应对这个方面呢 现在有所改变为相对的可能要积极一点 但是呢并不能说它会完全改变 但也有人说奥巴马在这个峰会上做出再多的承诺 他回国还是要受国会的限制 有很多国内限制 因为这个很多 这个现在最关键就是参议院的这个气候法案的这个辩论 到目前为止还是很难达到60张票 那么就是说这个气候 美国气候法案能否通过到现在还是未知数 有很多这个参议院的这个参议员 还是这个气候变暖的这个巨大怀疑者 美国公众怀疑气候变暖的人也很多 而且就是在经济危机重创的这种背景下 花大力气去解决全球气候变暖 在美国认可度也不是很高 而且呢就大家关心的就从从从很多政客的角度来讲 他们更关心的是美国竞争力的问题 所以他不愿意承担过多的义务来减排 因为他担心如果美国做了这些 其他大国新兴大国不做 那么美国恐怕在新闻的经济这个竞争当中落后 我觉得这个恐怕还是就像赵老师说的 在国际国内的这个考量 还有国际这个这个比较势力的考量 会他这个做出的这个承诺的确不是很很大 对我们知道在这次会期间 你们刚才刚才也提到啊 就是说在这次哥本哈根峰会期间呢 那么一个非常强烈的声音就是来自小国 那么尤其是一些面临所谓灭顶之灾的这个小国 表现非常强烈的危机意识 那么他们都有具体的数据说 比如说多少年预测 那么他们的这些国家就不存在 那么我想问一下你们两位 有没有数据显示全球气候变暖 对于中国造成的这个经济损失 或者或者各方面的这个损失 有没有一个比如说大约的大约的估计 所以推动中国的这个这个减排努力 到到目前为止 我还没有看到这个关于这个估计 全球这个变暖对中国经济的整个影响 但是呢这个国际国际能源署 对这个中国需要做出努力的这个代价 做出了估算 如果就是说2020年的这个代价呢 就是说如果达到这个全中国要要做到 程度的这个减排目标 目标就是说要达到两度以内 中国的这个减排的这个成本呢 2020年呢要相当于它GDP的0.8左右 2030年相当于它GDP的1.5左右 所以代价还是不菲 另外呢关于中国的这个中国的这个气象 气象局是吧 也做出了它的判断 这个这个基本的认识呢 就是说全球气候每升高一度 中国的这个农农作物的产量降低10% 那么所以对中国来讲的 它的这个农产品将来它的这个粮食安全问题 对 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量 粮食安全还有水安全 这个影响应该是很大的 赵先生教授我们知道就是中国啊 就是过去其实很相当长一段时间呢 都确实承认这个减排的重要性 可是一直把经济发展远远至于这个减排 或者是环境问题的这个重要性之上 但是现在近年来就是比如说这一次会议期间 中国表现了一种态度的转变 就是说在减排问题等等方面的 表现出更一种更积极的态度 您认为促成这种态度转变的这个原因是什么 这里面有几点 相对这个刚才讲到的这些小国有灭顶之灾这样的 虽然中国的对中国的威胁不那么大 但是我们也都知道这个气候的变化变暖 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也都是相当严重的 你比如像沙尘暴啊 像酸雨啊 像等等这些一直都是存在的 而且还有增无减 那么我们也都知道很多人都讲到奥运会期间的蓝天啊 什么等等能不能持续出现中国的这些 这个生活环境问题啊 这个等等 我觉得这些呢都确实是一个关系到 这个国际民生的一件大事 同样呢 像这样的一个事呢 在国际上来讲呢 也是一个是否是一个负责人大国形象的问题 那么我想再加一点 刚才你问到这个欧巴马的政策问题 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这个 这次这个会议我们可以凸显出 尽管华盛顿北京都不接受这个G2 就是中美两国 高峰中美高峰 中美高峰这个这个治理 这个一些问题共同治理 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焦点还是在中美两国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 也就是说两国既合作又有一定的斗争 这也是很必然的 对 我想补充一点 这个中国做出气候变暖方面的努力 也是基于对气候变暖危害的认识越来越深 2007年中国推出第一份白皮书 关于气候变 应对气候变暖的白皮书 其中提到过去100年 100年的时间里 这个全球气候温度上升了0.74摄氏度 而中国的温度上升了1.1摄氏度 也就是说中国的这个中国本土内的这个气候上升 远远超过了这个国际整个全球的温度上升 而且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这个特别是粮食安全呀 还有赵老师提到的整等等危害 所以也是这个新的一届政府 特别是胡锦涛和温家宝政府 在这个科学发展观呀 这个和谐社会等等这种大的这种 这个对世界新的认识的这种情况下 的确开始认识到这个中国是危害者 应该做出气候变暖 这个应对措施 而且呢就还有一点就是 气候变暖能帮助中国发展新能源经济 使中国有机会赶上新一轮的这个经济制高点 对 最后还有一分钟时间 我想就是你们刚才已经提到 中国的中央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个减排的重要性 而且有相关的这个全国性的法规等等 但是我就想地方政府 因为它有它的经济力 地方政府执行这些法规的这个动力有多大 如果不执行 有没有直接的法律处置或者是法律后果 赵全任先生 我们也都知道这个现在中国不把这个GDP 作为一个唯一的指标 而现在强调的是绿色GDP 那么各个省啊 市啊 这些部门也开始 我看到不少的这个省都提出这样的一个观念 但是这方面当然还是有差距 怎么样能够把它给进一步的加强 这将来是个很大的 20秒的时间 孔博先生 他地方政府的态度分两种 如果是对地方政府有利 比方说能拿到这个联邦 这个中央政府的这个资金支持 那么地方政府严重支持 大理支持 如果说造成地方严重失业 会对地方带来不利影响 地方政府可能产生抵触 好 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 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 就进行到这儿 后面两个星期的焦点对话期间呢 正好是圣诞节和新年节日 我们将重播两期焦点对话节目 欢迎您收听收看 我是宁心 祝您晚安 好